是 那在接下來呢 我們上的就是繞巴拉課程 這繞巴拉課程是要讓你學會各種的騎乘姿勢 包括我們最正常的同情 還有外情 還有內情 那以同情來說 它就是一個很標準的騎乘姿勢 它可以告訴你說 你的騎乘上面有哪邊會出問題 那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那再接下來外傾的部分 外傾它其實是在某些時候是很好用的 譬如說像是在小灣迴轉的時候 橫窄的地方迴轉的時候 當你車子傾斜 然後人集中在車子中心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你比較容易去控制車子 而且速度比較慢 然後重心比較集中在車子上面 你就比較放心的去迴轉 那第三個練習呢 是內傾的部分 內傾它其實有一個最大的好處就是 我們可以增加車子的向勤力 在傾腳相同的極限狀況之下 其實呢 我們利用內傾的方式 加速過這個彎道 可是內傾一般來說的話 基本上你在路上是很難用到的 因為基本上 你在路上的時候 你不會想辦法把車騎得越來越快 那除了騎快以外 另外我們接下來就是要騎慢的部分 其實騎慢這件事情呢 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如果對車子不熟悉 你對操駕不熟悉的話 其實是沒有辦法騎慢的 那所以呢 我們接下來的練習 就是開始嘗試著 以最慢的方式前進 甚至是在轉彎的時候 都不要帶傾腳 利用平衡的方式來做一個轉向 那這其實在日本的時候 他們在考駕照 他們一定都是得要這樣子轉彎 如果你帶了一點傾腳 基本上 考官就會直接把你刷掉 第四個部分呢 我們還是一樣騎慢 而且這一次呢 我們還加入了回轉這個動作 那基本上在這樣子練習的時候呢 你可以很清楚知道 你要怎麼樣去在很低速的地方 去做一個回轉的動作 譬如說你在巷子裡面 你可能走錯路必須要回轉的時候 像這些技巧他都是非常適用的 那我們下午的訓練呢 一樣是從灌熟開始 因為我們把車子換過了一輪 所以這是一台新的車子 我們就必須要重新去熟悉他的狀況 那灌熟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先做了一個中和的訓練 這訓練他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昨天所試的繞追的部分 那這個繞追呢 同樣就是考驗我們加減速 後煞車跟整個轉向的節奏 那第二個部分呢 做了一個我們叫做指定點煞車的練習 就是教練他會站在一個固定的點 你加速到某個速度之後 再來慢慢的煞車 以最平穩的方式來煞停 前煞他的用途就是在於說 我們比較需要大力的煞車的時候 我們會使用前煞 而後煞呢 我們最主要是做了一個平衡的作用 我們可以平衡煞車的時候 整個車子不會太過於前傾 在某些時候呢 我們可以利用後煞 在進彎的時候 去做一個速度的調整 這些都是非常好用的 再來呢 我們開始練習緊急煞車 那緊急煞車這件事情 他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第一個 我們煞車是前後輪都一定要使用的 就像我們教練在試判的時候 他有單純只使用後輪煞車 單純只使用前輪煞車 跟前後輪一起煞車 單純只使用後煞 他的距離非常遠 而前後一起使用 才能做到最短的煞車距離 那這也是接下來我們練習的重點 那在接下來呢 我們緊急煞車練完之後 教練又加了一個新的課題 就是他不只定煞車點 而是在他舉騎的時候 就要開始煞車 那這個時候我會發現說 這個煞車距離 他比我原本指定點煞車 還要來得更長 這是因為我們人是有一個反應時間 這反應時間 一般人大約是0.5秒到1秒鐘 所以這個煞車距離 你還要再加上前面反應時間的距離 才是你整個煞停的距離 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平常在路上行駛的時候 是必須要保持一個安全距離 這個安全距離 就是你的煞停距離 再加上反應時間所產生的距離 Honda它的全車系都有配備ABS 可是ABS這套系統 它不是讓你來縮短煞車距離的 而是用來維持煞車力道的 所以不要覺得說 你有ABS 你就可以跟車距離比較近 可以騎得比較快 這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 我們接下來今天最後的練習呢 是一個Course的練習 這個Course呢 它可以讓我們去練習到 這兩天我們所學的各種技巧 這樣子就可以讓你知道說 你這一次這兩天以來 進步了多少 那在這當中呢 教練他有的時候 也會跟到你後面 來看你的姿勢 看你的動作 看你的路線 在停下來的時候呢 他就會告訴你 你有哪些地方是需要改進的 那經過這些改進之後呢 事實上你會發現車子是更好騎的 那在課程結束之前呢 教練他最後用了一台CRV 來幫我們示範說 什麼是視線視角 那教練呢 他在CRV旁邊大約半公尺的地方 他放了一排摩托車 然後讓我們來看看 從駕駛座的位置 往照後鏡看出去 可以看到哪一台摩托車 那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 由教練拉拉藍線 可以幫我們標明 事實上我們只有看得到 最後一台摩托車而已 有時候你會覺得說 汽車他看得到你 其實不一定 避免汽車他來撞你 最好的方式就是讓你 不要騎在汽車的視線視角裡面 那今天最後呢 我基本上我要總結一下 這兩天以來的騎乘心得 其實在我們一般道路騎乘 在安全駕駛的範圍裡面呢 其實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會使用後煞 後煞車這個技巧他非常的重要 第一個你平常在騎車 在減速停車的時候 使用後煞 可以讓你的車子頓挫感不會那麼強烈 因為車子比較平穩 這樣子是比較安全的 再來就是我們在轉向的時候 利用後煞車也可以去做一個調整 幫助你去轉更小的彎道 讓你變得更靈活 如果你可以像這樣子 好好的使用後煞的話 那你就可以好好的去操控這台車 那你可以好好的操控這台車呢 就代表你可以變得更安全 最後我有一些小技巧 要分享給各位朋友 那就是第一個 我們在騎車的時候 大腿一定要向內夾 把你的下半身固定住車子 事實上你上半身就可以放輕鬆 這樣就可以好好騎車 無論是騎擋車 還是像我早上一樣騎速克達 其實我大腿都有做一個向內夾的動作 然後再來上半身一定要自由靈活 然後在轉彎的時候 肩膀你的腰要跟著一起向內轉 這樣子就可以輕鬆去操控這台車子 不要害怕車子倒下來 像在低速的時候 如果車子要倒下來的話 基本上你不要去刻意的去操控龍頭 稍微灌一點點油門 其實車子它就會立起來了 那最後呢 我會希望大家 如果以後未來有機會的話 都可以來參加這一類的課程 幫助精進自己的騎乘技巧 這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我是小天 我們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